2023年9月1日,第34届上海旅游节分会场主题发布会在户举办。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陈梅宏重点介绍了今年上海旅游节分会场的总体情况和三大特点。 作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上海旅游节今年将全面回归线下。 在为期21天的时间里,上海旅游节除了在户举办百余项文旅活动,推出千项文旅产品之外,还将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五省设立12个旅游节分会场。 据初步统计,12个分会场自主举办各类主题活动50余项,发动百余家当地头部文旅企业参与。 全年计划开通乐游长三角旅游专列25列,182家景区点参与旅游节优惠打轴活动。 旅游节期间,各分会场共计发放各类文旅消费券超过8400万元。 据介绍,今年上海旅游节分会场活动主要呈现三大特点。 第一,沉沉联动,共谋文旅节庆高质量发展。 护苏浙湾敏干六省市连位推出跨区域的优质文旅产品,精品旅游线路和贴心的文旅服务, 实现文旅汇名措施共享,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客源互想互送,扩大上海旅游节的半径。 第二,相互引流,高品质体验拉动文旅消费。 通过旅游节主会场和分会场共同发力,充分发挥文旅节庆聚人气、引流量、促消费的平台效应, 不断放大旅游节对促进区域文旅消费的推动作用。 第三,汇立渔民,多重优惠,赋能节日,美好与欢乐。 本届游节将继续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联动各个分会场, 推出一系列汇名立名举措,与各地游客在金秋时节共同走进节日的美好与欢乐。